本节目由酸女孩与生鲜食材科技共同企划制作 酸女孩陪你四季料理 我是酸女孩的创办人洋葱妈妈 我们团队鼓励大家原型饮食加工越少吃得越好 然后我们这一集一样是邀请到我们的明明茶香冰的创办人陈又西 来跟我们分享如何辨识好的康普茶 那我们等一下会有几个重点 就是如果你走进卖场的话 怎么样挑选一个正统康普茶可能的逻辑跟原则 康普茶并不只是一个健康饮品 它如何跟你的饮食上面做一个搭餐的变化 如果晚上想要吃宵夜的话 如何把康普茶带进food pairing的概念 食物跟饮料上面的结合 那我们现在请我们的又西出场 哈喽大家好 又西上一集来 很专业因为很抱歉 她是医学背景 所以她上一集就跟我们讲了很多肠胃道 要真正成为我们的人第二大脑 怎么样去保护她健康的时候 她讲了很多的菌种 非常的专业 那我第二集请她又再上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觉得啦 因为毕竟她做创业的 康普茶时间已经三年多了嘛 那我们就想要问一下 又西啊 如果我们今天消费者要走进一个卖场啊 然后你看到了有玻璃罐的包装 然后她的价格可能会落在一百多 然后你的是要两百多吗 我两百多 你的两百多 三百多 好 你就是真的是已经到精品等级 我要回到就是她为什么要做精品 然后另外一个你可以看到 消费者也可以在那个常温区耶 嗯 买到 对 然后价格大概落在多少 几十块吧 二三十 我记得好像是四十几左右 因为很常买一送一啊 对 四十几左右 对 这一两年我发觉到有个铝罐的包装 嗯 然后常温的那个部分她的 她可以定义成康普茶 好 我先讲结论 正统的康普茶啦 一定要用玻璃品 然后一定要冷藏 嗯 对 其他的就 我会把她 就是我去年接受联合报采访的时候 我就有讲过说 其实其他的 我觉得就是比较像是 康普茶式的调味饮料 嗯 对 调味饮料 不见得是我们传统 这种真实正统的康普茶 好 那她要怎么 为什么要是低温冷藏 玻璃罐 你觉得她比较偏正统 没错 因为我们康普茶是发酵嘛 那发酵的过程 第一个 她是不是最重要的是益生菌 我们在上集有讲到 有益生菌 益生源 后生源 就是满满的这些好处 那最大好处就是益生菌啊 那你 你如果是真正益生菌 你一定是要冷藏 然后发酵后 她又会产生酸 那酸的话 你用塑胶瓶装就会很危险 因为她其实 多少会融出一些 环境荷尔蒙 或者是微塑胶 对 因为玻璃的气孔 毛细孔是最低最少 所以她能够 更加的隔绝风味的丧失 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在讲长温呢 因为长温其实我看到 就是这两年 好多大品牌 都直接投入做这件事情 那长温她就是把 我们刚刚说 康普茶这种活性发酵食品 活菌的食品 最重要的益生菌 给杀掉了嘛 那就很可惜啦 跟大家解释一下 她讲的杀掉 应该就是高温杀菌处理 因为所有的食品 在长温区的 或者你看到那些 保特瓶装 他们都必须进入一个 高温杀菌 或者现在有高压 但是一样 反正她就是把 火菌 里面的益生菌杀死了 对 那这有点像是 大家都还是会喝 天然的优格啊 或什么 有人会自制 你会去买一个 常温的优格 不会啊 因为常温优格 没办法吃啊 对啊 那为什么你要买一个 常温的 然后就回到一个问题 所以那些常温的 号称为 康普茶的饮品 我们就为什么讲说 它叫做 康普茶式的 调味饮呢 因为它里面加了什么 对因为我们在这种 高温或高压的 尤其是高温的 这种杀菌过程里面 它其实康普茶风味 会丧失 或者它会变得不好喝 会很淡 然后为了弥补那个淡 然后厂商 它可能就要加很多添加物 去还原 它原本这种酸酸甜甜 很平衡的自然风味 所以它要给你甜味 它就是可能 好一点的加天然糖 不好的就给你 果糖啊 就是玉米糖浆啊 那酸就加柠檬酸啊 一些人工代糖 酸就加柠檬酸 酸就加柠檬酸 或者是加一些醋 但是其实抗普茶里面 本来就有醋酸菌 你根本不需要加醋 另外一个气泡也会消失啊 对 因为天然的抗普茶 它里面的酵母菌 会产生天然的气泡 但是你高温高压之后 其实菌都死光了嘛 那它们就会再做打气 对 是有可能的 那我们加的是坚持说 第一个 它就是完全都是活的菌 所以它是玻璃平冷藏 然后第二个 我们绝不打气 也不厚天堂 因为我们觉得 它完整发酵完 它就是一个 非常好喝健康的营养 那你不需要再去 做任何的人工过度的介入 所以其实现在 国外也很流行 像这样 我们叫它 RAW COMPUXA 就是说一个非常活的 非常生猛的 康普茶 它们甚至连过滤啊 都做很低度的过滤 这样就是可以帮 肠道保留最多 最正统的康普茶的营养 我们最后有讲到铝冠嘛 其实铝冠有点像是 结论就是 玻璃瓶冷藏最好 那塑胶瓶 常温是最 我觉得不是康普茶 是调味饮料 那铝冠的呢 铝冠有点像是 中间的替代选项 就是说 铝冠它基本上 里面还是有一层塑胶 因为不然它铝接触 酸康普茶这种金属 酸类接到金属 就是接触是不行的 所以它里面有一层塑胶隔绝 但它使用到的塑胶 是比塑胶罐少很多 而且通常是HDPE这种抗酸碱的 所以是比塑胶罐 我觉得是算是我可以接受的一个替代方案啦 但是最好最好的当然都还是玻璃瓶装的 对 因为毕竟铝冠它就是有那一层塑胶 它还是会有一点点风险 好 那所以这样听下来 其实正统的康普茶 其实价位已经是落在 大概是落在180 200到上300左右 因为这是没有办法 因为它的制程比较久 然后常温的步伐比较低 就让大家可以解释嘛 因为它在高温杀菌之后呢 因为酸女孩之前呢 我们在开发一个麻辣锅底酱的时候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所有的东西只要经过高温杀菌之后呢 它的酸度甜度 然后还有它的鲜度全部都会下降60% 换而言之 它就必须要加入添加物 所谓酸甜去增加它的厚实度跟圆润度 那个饮料或者是所有东西才会好吃 所以我们酸女孩的麻辣锅底酱 基本上是用油风的概念 只有油风不加水的状况之下 它才能够维持它的原状 但我们还是进入高温杀菌 它是个油风逻辑 所以刚刚又夕稍微解释一下 高温杀菌的处理 为什么所有的东西的风味 对 会不见 会不见是原因 为什么它要添加 其实跟你们那个辣椒酱的过程 跟形思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你一定要这样做啦 那当然其实也是要提醒大家 常温的饮料呢 好 你们也听得出来 就是常温饮料添加物一定很多啦 因为高温杀菌还让你觉得好喝 那当然一定要加很多东西呢 就我们大概找到一个逻辑 所以那铝罐我们会是建议 它是一个中间选项啦 如果你今天真的觉得说 好 因为带玻璃品出去 可能比较麻烦一点 好 那你可以选铝罐 但是我要老实说 铝罐其他还不够正通 而且或者是它是接近天然这件事情 我觉得还是个问号 因为我昨天也喝了几家 我发觉它是打氮气啦 对啊 打氮气进去的 它不是真正的康布茶 那个微气泡很舒服 像香槟的口感 因为其实打气的东西 它很容易造成脏气 然后它其实有研究显示 会破坏康布茶里面 医生菌的火力 因为你打那个气进去 它等于承受了不正常的大气 这个气压 所以它其实会被抑制 那个火星 那就又有点可惜 有点可惜 所以我都还是建议说 能够选玻璃品冷藏 就选玻璃品冷藏 好 OK 好 所以大家都知道 正同康布茶的价位 应该是落在哪里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想要 跟大家提出来的一个 就是先正式 从选择上面先正式 真正的一个正统来源 那第二件事呢 其实我们是想要问 就是想带一个 比较轻松的主题给大家 就是康布茶 其实大家都觉得把它当做 因为上一集 游戏有跟我们分享过 其实对肠味道 有很大的帮助 就是发酵品的东西 只要吃天然的发酵品都是 那回到一件事情 其实康布茶 其实在欧美啊 甚至在台湾 其实目前已经 很多的搭餐行为了 因为它的微气泡 很像香槟的感觉 那再加上 它的酒精是千分之二 所以基本上 法规是无酒精饮料 就你喝进去 大概十分钟 你的肝脏就带血掉了 对 所以其实我会给我们家 念小学的小朋友喝 那几岁以上的小朋友 两岁以上就可以喝了 因为两岁以上 小朋友他的肠道 就发育得很比较完整 这时候他接受 外来的益生菌是没有问题 那在那之前 他基本上 他体内的好菌是来自母体 对 所以要回到 一件事情哦 那如果我们今天 很多的高级餐厅 把他拿来搭餐了 因为它很像 香槟的那个气泡的感觉 对 小朋友又可以喝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不喝酒的人 其实就是真的 可以喝康普茶 是一大福音啦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 在家里啊 要把康普茶 不只是当饮料喝 我们偶尔拿来搭餐 把它当做一个高级享受 你有什么 在三餐上面 有什么建议 比如说早餐 可以怎么喝 然后晚上吃宵夜 然后忽然下午 想要吃个 有一个那个 点心 afternoon tea的感觉 会要怎么搭配 我觉得康普茶 真的是很百搭 像早上 我自己是空腹喝一杯 然后大概100ml 然后如果是 有吃早餐习惯的 我会建议说 如果你平常喝茶或咖啡 这些提神的 咖啡饮饮料 其实你可以适度 换成康普茶 因为康普茶 也会有提神的效果 为什么 因为它天然发酵 产生大量的维他命B OK 所以它是非常自然的 维他命B对女性群很好 对女生很好 对工作类的人 都需要体炼都非常好 它是天然的 大量的维他命B 然后有一些维他命C K等等 就是非常好的提神 对 然后再来就是中餐 常常大家就是 吃中餐 可能容易吃得 比较油腻一点 便当 对便当 不小心 你就配个康普茶 它其实就是 天然的去油解腻 然后也帮助你消化 因为那些便当 比较不好消化嘛 然后你就帮助你的肠道 是有益生菌 有益生缘等等 让它减轻负担 我看到很多的餐厅 其实是把牛排 跟康普茶做搭配 对 所以像我们也有 跟餐厅合作 就是说 其实是在 很好的这个牛排 你只要去 简单的撒一点玫瑰盐 然后配一个康普茶 超搭的 为什么 因为康普茶跟这个 具有丰厚油脂的食物 比如说牛排 比如说那个生鱼片 其实都很搭 或中秋烤肉 其实都非常的搭 因为它就是 可以把那个油脂 带来的油腻感 厚重感 让你清除掉 然后让你的味蕾 感觉到重新的 一个干净清爽感觉 然后同时又帮助你 可以在那个体内的 消化更顺畅 不然那些东西 其实很容易 让你觉得太饱太胀 那如果晚上有时候 不小心想要吃 小野的时候 可是我们又觉得 好 虽然吃咸猪鸡 不是很健康 我们可以怎么样搭配 像在家里的话就很推荐 比如说你如果是晚餐 你又自己炒个什么小卷 或者真的想要吃个 外带的披萨 炸鸡 咸酥鸡 其实都很适合配康普茶 就是这种 有比较稍微有 中咸口味的 或有用到辛香料的 这些热食 都很适合搭康普茶 然后如果是晚上一个 宵夜 你又不想吃太短 非常推荐搭配起司 任何真正的天然起司 不是那种假起司 是真正的乳酸菌发酵的 里面都还活菌的 这种无天价起司 它跟康普茶都很适合 所以原则上 如果有发酵食物 就可以搭发酵食物 那再不然就是 有丰厚有脂的食物 还比较油的 不然就是有辛香料的 重咸的 它都可以帮助你去做 搭餐上面 更清爽 更多层次的 那如果下午茶呢 下午茶的话 因为我以前都会以为说 康普茶带酸 它可能跟 大家喜欢吃下午茶 这种甜点比较不搭 但最近发现 没有 它跟果酱 只要是你的果酱 有带着酸 天然的水果酸味 比如说你用 蓝莓果酱 草莓果酱 或者像我们酸女孩 有一支 我自己很喜欢 那个凤梨肉桂果酱 这种天然的酸味 它就可以 就只我们做得出来 凤梨跟肉桂 把它兜在一起 对很赞 那它就 你看它又有辛香料 对 然后夏天就是又吃甜点 所以其实我觉得 康普茶你就去思考了 反正就是它跟发酵品 都很容易结合 所以起司啊 优格啊 或者是你像 跟去油脂的东西 重口味的东西 其实它就可以让你的 味脸上有refresh的感觉 然后另外一个 带一点适当酸性的东西 也可以搭配 所以果酱类的东西 或者是果酱跟skun 搭在一起的部分 然后我记得 有一次 优格啊这些也很适合 有一次又西跟我讲说 它既然把那个 你知道做康普茶里面 我们上一集有讲到 一定要一个红茶菌 叫做scoby 它说把scoby 跟什么一起吃啊 也可以拿来吃 然后我都搭酸女孩的 枫梨辣椒 发酵梨辣椒酱 对因为你知道吗 它是做红茶菌种的 因为它本来就在做 这个创业嘛 所以它有很多的 优质的scoby 这个红茶菌种 然后它就把它 因为它吃起来的口感 有点像天然的椰果 真正很天 真正是天然的 它把它剪一剪之后 再搭配我们的 发酵梨辣椒酱 对因为那个scoby 上面都是火菌嘛 然后又是高鲜 然后剪一剪 然后带一点点 这个康普茶的香气 然后沾 那剪就很像凉拌 你知道吗 剪一剪 然后沾一点这个 酸女孩的发酵辣椒酱 哦夏天吃好开心哦 然后另外你就再 准备一点生菜 然后淋个浅漬醋 对 撒一点坚果跟橄榄油 就是这一餐就很清爽 而且最重要的是 应该是发酵菌满满啦 满满 就是你知道我们餐桌上 现代的工业化的 食品生产过程 我们不仅牺牲了真实物和营养 我们更加牺牲了活菌食物 对 所以难怪这么多 辛苦的慢性病啊 然后各种 其实都源自于 我们在餐桌上 缺少真实物跟活菌 活菌真正发酵的东西 所以我们的肠味道出问题 对 所以就是难怪 酸女孩要一直做这些 发酵的肠味 其实也蛮感谢 对 其实我也蛮感谢 就是COVID-19来 我觉得大家有去意识到 肠味道这件健康的问题 所以老实说 COVID-19 也是让康普茶 真正风行的一个 某一个关键点 对就是更加带到 美国以外的 大众的视野里 其实是COVID-19 又西很专业嘛 那我们就要问她 一个市场问题 那我觉得也想要 让听众朋友 再借由这个 市场上的判断 去更理解 发酵品在发展过程之中 她真的是需要时间的 好 接下来我很想要问又西 就是 你觉得 现在目前在 康普茶的市场上面 出现哪些现象 因为其实你知道吗 就是你跟我分享过 你说康普茶在整个 北美风行 你知道 应该是说 从进入市场 到真正风行 跟市场完全去理解 这件事情 花了20年到30年 可是在台湾 目前来讲 好像只用了 三年左右的时间 就已经出现了 大概二三四支的品牌 你怎么样去看这个 在台湾的市场上面 好像 看起来有点 也不是蓬勃 可是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了 各式各样的 不同的现象 那你怎么样看待 这个现象 好 首先就是大趋势 市康普茶 一定会 品牌会越来越多 而且不止在台湾 在整个亚洲 亚洲 当然会市康普茶 下一个十年预测 就成长最快速的地区 然后再来就是说 可是北美 我们刚刚提到 它是走了20年 但台湾在两年内 它接触到的 不同的品牌 它其实都是 不同的定位 不同的level 那北美一开始 都是这种真的 真正的 正统的康普茶 然后他们可能要 透过市集 有机商店慢慢慢慢去推广 后来才走到大型食品 上架到超市 然后更便利的购买 进入常温的状态 对 然后网路 可是台湾反而是 在这两年 咻 就各种类型的 的号称康普茶的饮料 都有人做 那反而是 像我们刚刚讲塑胶品那种 它不是正统康普茶 它叫做康普茶调味饮料 我们要讲过 它就是加了很多 那它一下就是进到 就是大家最容易购买的 超商通路 对 然后有 可能是比较有资源 有请人代言 这些广告 所以消费者会很confused 为什么 一样是康普茶 你们的卖这么贵 然后人家的找几十块 人家只要四五十块 对对对 那我们就是 对于我们 这些非常认真在做 应该是在诉求正统 正统 康普茶的人来讲 就会觉得说 我们面临的挑战 就是说 消费者其实都还不知道 什么是康普茶 它就立刻要 进阶到辨识 康普茶的真伪 以及康普茶的等级 等于一下子要 接受资讯太多了 然后我们一下子 要跟消费者沟通的 资讯也太多 所以两边都 比较辛苦一点 对啊 我觉得这个是 蛮有趣的现象 那我们也还在 继续努力 跟大家沟通之中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 请听众朋友 下次如果看到 康普茶里面来讲 如果你真的看到低温 它的价格是落在 一百多两百多到三百 其实老师说 没关系 你就去支持它 因为我觉得 它就是一个正统 对 然后你就去喝喝看 你喜欢哪一个 然后你 你也可以在上网 去了解这些生产者 他们的制程理念 各个不同 因为就像咖啡 咖啡大家都会喝 可是咖啡从 那种集容的 一直到 加香精 加色素的 到职人手冲 给你的咖啡 它里面有很多 不同的level 对不对 所以就是 你要从中去辨识 跟找出你喜欢的 好 那最后呢 我们想要 好啦 因为其实就是最后 回到一个创办人 如果在看这个康普茶市场 你希望 有哪一些迷思 消费者可以去稍微 正视一下 我迷思可以讲一整集 好 那我觉得迷思 你如果要讲重点 因为我们现在只剩一些时间 好 如果你觉得迷思的话 第一个迷思 好 第一个迷思 我觉得很常会有人说 康普茶 要不是它觉得太酸 要不是它觉得太甜 那到底这个酸跟甜之间 有没有一个标准呢 好 我跟大家讲 酸它就是PH 要到3.5以下 3.4 3.5以下 它才能够叫康普茶 但是那个PH值不见得 直接是你嘴巴感觉到的酸度 然后所以同样的 残糖 康普茶真正正 正同康普茶 残糖量是非常低的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的 它有酸有甜 很平衡很多层次 这是因为真正发酵过程 会产生很多几十种 这种芳香的气味分子 所以你喝起来甜 但是其实不是糖 那所以大家以后呢 如果说是喝到 太酸的康普茶 它有可能是比较用 接近醋的酿法 那如果是喝到 比较甜的康普茶 你可以去跟生产者了解说 到底是它发酵没有完全 有后天糖 比如发酵完 它又喂了风味 它又加糖进去 还是呢 其实这个是天然的现象 像我们家是完全不做后天糖 我们就发酵完成就完成了 而且我们家菌种 非常的活跃强壮 我们300代以来 每一批的发酵 都是时间内 就是PH值值 就是降到3.4以下 然后非常的 非常的健康 非常成功 你装到瓶子里 它都还会再长出scope来 对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是有的消费者 如果他会害怕说 那是不是你这个菌种 活力不良 所以代谢不了糖 才会喝起来那么甜 拜托大家 那个糖的死甜 跟这个发酵产生的甜是不一样的 有机会欢迎来找明明茶香槟 我们带你细细的品味 那真正发酵的甜 你不用害怕 甚至糖尿病的人 在餐后适度的饮用 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这个部分 我跟大家快速讲一下 就是酸跟甜 怎么样去判断 它是一个天然发酵的那个甜呢 就是如果你今天喝完之后 你整个喉咙 没有一直让你想要喝水跟生糖 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发酵 一个完整状态 如果你持续想要喝水 或者是你喉咙 紧紧黏黏的 紧紧黏黏 你会有点痰的感觉 或咳的感觉呢 那应该就是后加糖 然后它的糖也可能在发酵过程 完全没有被分解掉 或者它加的糖量太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家 其实如果是发酵阶段 加的糖量太多 它反而有可能会变更酸 因为它酵母菌会很热烈的去分解 所以通常喝起来太甜 若不是真正发酵的甜 那它应该就是在发酵完成后又加糖 对 所以我就觉得 其实有时候身体是最直接的反应 你喝起来舒服 喝起来是舒服 你不会一直狂喝水 我觉得那件事情就 它应该就是天然的 所以我觉得身体直接去感觉 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另外一个 我想要问一下 又西也就是说 其实现在 我现在看到很多的康普茶 它常常会强调加酿 在家里面酿 的这两个字 你觉得这件事情 你又没有什么要跟消费者讲 因为我总觉得 好像加酿这件事情 有一些模糊地带 对 没错 像我们其实很鼓励说 如果你有时间好好照顾你的斯沟比 你就再加自己酿康普茶 我觉得很棒 但是如果你是在市场上购买 然后它号称或诉求说 它是加酿的康普茶产品的话 那我会担心说 它到底有没有符合我们的 食安的这些法规跟环境 因为老实说 发酵是一个高风险的制程 那它其实是需要更好的被管控 被照顾 那所以像我们明明茶香槟 我们虽然是非常小 小批量批次 然后纯手工生产者 但是我们都是请食品技师 去按照HACCP的这些卫生标准 去辅导我们成立一个 合格的食品制造场所 那我们在这种食品造场所里面生产 所以我们虽然做出来的 就是像是加酿的风味 因为就是天然原型真实物 整个品种发酵 这大概全台湾唯一的康普茶 这样子做就是我们 可是我们也不会强调加酿 因为它就是违法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加酿 第一个它是不是违法 它根本就没有一个合格的生产场所 它所有的制程环境 是没办法管控跟追溯 然后第二个就是 要不它就只是一个行销化术 它想要让你觉得 这个工厂制的东西 连接你这种加酿的手工感 去提升它的价值 那我觉得无论是哪一种 都会提醒大家要多注意 所以如果今天是加诉求 会有品牌诉求加酿 我就回到一件事情 它比较适合赠送 你只有自己酿酿完之后 拿出来卖可能会有问题 会有一个商业标准法的问题 尤其是在网路上卖 很明确就是违法的 所以其实我们就也想要诉求 大家就是当一个食物 真正是天然自然 跟所谓的食品安全之间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去找到一个 就是无添加跟自然的 发酵的一个流程 但是它是符合食品 安全的制造的 这是一定要 这一定要 因为这毕竟 这是对消费者的承诺 跟安全上面的把关 然后另外一个呢 想要又西跟我们分享一下 最近得奖了 那其实我蛮开心的 因为知道吗 他投入这个事业 用做精品的茶香槟这件事情 然后康普茶 他只整个三年时间 他最近拿到一个什么奖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谢谢 我们很开心 就是我们明明茶香槟 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 就拿到了一个 国际上非常专业的 食品的风味大奖 它是Aurora 它是由全世界都是 各个不同的米其林的主厨 然后专业的评审 他们去评比 包括酒类 起司 甘烂油 康普茶 各类别里面 他们觉得是非常好的风味 那我们第一次参加 就拿到了银牌 然后我们的产品 是我们非常受欢迎的代表的一支 康普茶 叫氧气玫瑰 明明茶香槟 氧气玫瑰 是我独家用中医的氧气美颜的概念 去研发的那支玫瑰 氧气玫瑰用了 我们台湾有机首采的红茶 然后台湾有机在地有机的玫瑰 非常的贵 它是非常的棒 然后还有我们的自然农法 柴烧桂园 枸杞 跟来自离岛马祖的洛神 然后这些很特别的元素 组成在一起 不但是对我们身体的微循环 微代谢 养颜 美容 很有帮助之外 它在风味上也 我觉得是呈现 希望呈现台湾的独特的特色 然后很开心 这些国际上的评审们有感受到 而且我们是唯一亚洲有得奖的 康姆茶品牌 其他都是欧洲品牌 然后有一个澳洲的品牌 我好开心 看到一个台湾的女子 然后她可以在一个国际的比赛里面 然后唯一亚洲人拿到奖 我就很感动 然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这一支呢 我自己喝完做很惊艳 是因为它把很多的中医的逻辑 再加上龙眼 然后还有洛神 然后还有很多台湾岛屿的特色 把它融在一起 这也是啊 因为优希本身有医学背光嘛 所以它其实对中医的部分 有一定了解 那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这一支呢 其实在酸女孩跟育育好时 我们在象山的实体店 我们也有卖它这一支的康姆茶 对 如果大家想要体验这支康姆茶 很特殊很特殊的 带一个中医养生的一个 这样的概念的时候 可以来我们的象山实体 没错 然后来喝喝看 而且因为我们家是唯一就是有回收空瓶 然后高额奖励的康姆茶品牌 就是我们每回收六支明明茶香兵的空瓶 下次消费就会送一支无咖啡因的国宝康姆茶 然后酸女孩跟育育好时的 这个象山工作室也可以回收空瓶哦 所以欢迎大家去那边喝明明 然后把空瓶带回来回收 这样在非常永续的循环行动之下 又带给自己健康跟疗愈 好 所以因为其实我们跟又夕这边合作明明茶香兵 在我们的象山实体有贩售 然后我们也协助大家做回收 没错 所以你只要你把六瓶的空瓶拿回来 然后只要是明明茶香兵 我们就会再送你一瓶的康姆茶 对 好OK 然后 也是很疯狂 也是很疯狂 对对对 因为很少人在做环保回收 对 回收的成本是新品的四倍以上 对 那我们真的是觉得 每一个步骤真的做到 就是 我们用做精品的方式 然后永续的方式 希望能够透过台湾的这些好的 打造台湾好的康姆茶品牌 对 谢谢又席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了 怎么样去挑选好的康姆茶 然后很谢谢她帮我们把 好的精品茶带上了国际 谢谢大家 祝大家疗愈又健康 谢谢